夏天到了 现在是吃瓜正好的季节 那尤其是小黄瓜 是可以说国民必备的美食料理 那今天我要分享一种小黄瓜 可以变出四种不同风味的凉拌小菜 那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小黄瓜在买的时候 大家一定当然会挑 或者是表面 这样子的小黄瓜品质都非常好 小黄瓜拿来做凉拌小菜 它的刀法有很多种 有人切片切滚刀或是切长片厚状都有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小黄瓜 我们把它变出简单的纹路 然后利用类似蝴蝶刀的刀法 这样子可以让在腌制的时间 缩短更快速的吃进调味料 小黄瓜买回来之后 记得每一条都要轻轻的搓洗干净 然后呢泡一下水 任何的蔬菜类 不管你是叶菜类或是这种瓜果类也好 它摘下来的时候 其实都不断地在流失水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像葱啊香菜 它干掉了 我们台语说冷气了 泡一下水泡个20到30分钟 你就会发现香菜或葱 它就会恢复原油的弹性 那一样的小黄瓜也是 拿回来泡一下水 让小黄瓜它的不管是色泽口感会更好 今天小黄瓜的刀法 来首先你先准备一只刨刀 轻轻地刨除它的表面 随意的就好了 你让它有距离有间距 轻轻地刨 不要太大力 刨起来它会像这样子 头尾去掉 刀法呢 刚刚讲的类似蝴蝶刀 1 2 3 4 下去的时候不要断哦 这个小黄瓜你是要切直刀的方式 还是斜刀的方式都可以 那这个小黄瓜皮就不要丢 等一下还有用途 好 那所有的小黄瓜全部切好了 用一点点的盐 稍微简单刷清一下 我今天这里小黄瓜是2斤 然后我用1小匙的盐 然后呢在1小匙的二砂糖 糖跟盐后两个适当的比例下去刷清 它会非常有效果 怎么说呢 因为糖的这个渗透鸭 它会来得比盐更好 然后盐起来的小菜 口感啊麦相都会特别的好 你们可以试看看 透过搅拌把盐跟糖完全拌到融化为止 拌好之后放在旁边让它静置一下 大概15分钟左右 好 我们先来做韩式的这个烟黄瓜 葱花 先切葱花 蒜头磨成泥 再来韩式辣椒酱 现在超市跟亮饭店都非常容易买得到 韩式辣椒酱2大匙 韩式柚子酱1大匙 味淋1大匙 然后刚刚腌的小黄瓜 在沙青中的小瓜已经完成 你会看到它有一点黄瓜水 这个黄瓜水我们就不要了 再来你大概自己斟酌 你等于把这一些的小黄瓜分成四等份 再来把沙青好的小黄瓜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这里就直接下去抓了 直接抓腌 抓好之后呢 差不多加一大匙的香油下去 有一点香油让它的味道 还有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 抓一抓 最后再撒一些白芝麻下来 OK 好 那韩式的腌小黄瓜完成 那现在来准备泰式的 香菜切碎 先放到碗里 来 蒜头 我用的是带皮蒜头 那我就压扁 切碎 来 一样放到碗里面去 来 大辣椒 先把它切对半 把纸给去掉 我是习惯去纸 去纸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这些纸 影响口感 再来 它的辣度不会那么高 好 辣椒一样也是切成细碎状 然后这里的柠檬 你可以用黄皮绿皮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这两种的香气 跟它的酸度都蛮适合来做这个 泰式的小菜 来 我今天这里用一颗的柠檬 挤出新鲜的柠檬汁 这个再挤要注意 因为它比较容易喷 再来 调味料的部分 买这种泰国鱼露 鱼露1.5大尺 这个鱼露本身很咸 然后鲜味也有 所以做鱼露 你要一点点的砂糖 去中和它 二砂糖一小匙 好 就这样子把它搅拌均匀 好 这个就是腌泰式的料 然后从这里抓适量的量 搅拌一下 那这个泰式的腌黄瓜 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 再来是中式风味的腌黄瓜 好 蒜头一样是鸭扁 切碎状 放到盆子里面来 再来是大辣椒 辣椒就直接切成这种圆片状 白醋一小匙 盐二分之一小匙 糖二分之一小匙 香油一大匙 调味料就这样就好 把它搅拌一下 再来一样抓四分之一量的 往刮下来 均匀的把这些调味料 搅拌一下 中式在腌小黄瓜 香油蛮重要的 他们香油吃的会比较重 让香油去跟小黄瓜做一个融合 当然 调味料也是基本的 盐啊 醋啊 这一堆基本调味料 搅拌均匀后 来 我今天中式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有加印花虾 那这个印花虾 你可以怎么处理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油 然后锅子里炒一下 或者是抓一点油 烤香烤过 它起来颜色就像这样 很香 很酥 一定要先炒过 不可以生拌 因为这样口感会不好 那这个印花虾直接倒下来就好 倒下去之后呢 来 搅拌一下 因为印花虾你已经有炒酥了 就算它泡到这个酱汁吃起来也不会不好咀嚼 然后再拌一点点白芝麻 好 这样子中式风味的凉拌小黄瓜完成 最后就是日式风味的烟小黄瓜 这里呢 切一点姜碎 这个姜我会建议大家切碎一点 或者你要磨成姜泥也可以 这样子 我们放到碗里 再来最后把剩的这些小黄瓜全部放进来 好 开始调味 味淋一小匙 盐二分之一小匙 再来 黑胡椒 那这个粗的黑胡椒粉 如果你有跟我一样可以现磨的那更拌 现磨出来的味道会更香 黑胡椒粉三分之一小匙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提味而已 再来是油 那做日式的你可以放橄榄油 或者是酪梨油 这两种品质比较好的油 酪梨油一小匙 来 那这些下去之后 开始搅拌 拌均匀之后呢 来 柴鱼片 记得柴鱼片要买小菜专用 不要买到熬汤专用的哦 柴鱼片直接加下来 好 跟着搅拌下去 好 日式风味的凉拌小红瓜完成 那记得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黄瓜皮不要丢掉 来 来做一个最简单的腌法 来一点辣椒 然后二砂糖 两小匙 我这个味道起来会有点酸酸甜甜的 白醋两大匙 再来一点 看你是要酪梨油 或是橄榄油都可以 那这个油一小匙就好 小黄瓜的皮它会比较色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用 稍微甜一点点酸甜酸甜味道 来中和它的这个特点 还有再来一点油 吃起来会比较顺口 那这样子就直接抓一抓 咽咽就好 它抓的时候它会变软 然后分量也感觉也会变比较少 然后让它腌大概二到三分钟 要上盘了 如果家里有绿色柠檬 或黄皮柠檬都可以 番茄也可以 现在教大家最简单的摆盘 好 把刚刚腌好的黄瓜皮放上来 来 再撒一点白芝麻 好 那就是一道清爽的酸甜开胃菜 这些凉拌小黄瓜料理呢 不只好做也非常好保存 只要用保鲜盒包好冰个三到四天 都没问题哦 今天呢我们完全不用开火 就可以做出四种不同风味的小黄瓜料理 再加上现在正式小黄瓜的盛产期 便宜好吃又营养 大家把它学起来 明天晚上也买回来 做出不一样风味的小黄瓜料理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